这一方神奇儿子 而富饶的沃土 这是一座古老而传奇的帝都 玉秀陵中的金元山水 孕育了龙江千年文脉 它就是全国唯一一处 完整在线 金元文化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阿城 那么今天一路向北 将带您开启一场寻金之旅 我们将去寻找阿城著名的三金 金潮真正的龙脉之地 金龙山 被誉为黄金浆果的蓝美 还有曾鼎盛一时的金上金文化 从哈尔滨出发 我们开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行驶了56公里 到达了我们这次旅行寻找的第一金 金潮真正的龙脉之地 金龙山 这里呢就是阿城非常著名的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了 我们从阿城开车到这只用了40分钟 如果说从哈尔滨到这56公里 还不到1小时 所以说这是哈尔滨的后花园 而且这也是全国唯一一个 巨大城市最近的原始森林公园 这个呢就是金龙山的大门了 它也是仿造金代时期 女真族的时候的建筑风格仿造出来的 你看那个同坐龙标志性的 在上面都体现出来了 非常壮确的山门 我们就从这进山啦 看看山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哈尔滨市东南56公里的 张广才渔脉大庆山中 公园总面积66.7平方公里 公园以森林景况为主 以苍山岩壁为骨架 形成了奇山怪石巍峨林巡 古树林海郁郁葱葱 其实说起金龙山啊 这名字由来海里面有一个特别 凄美的明显故事 昨天有一个神将啊 他是北海龙王下面的一个大将 叫金龙神将 主管黑龙江还有松花江流域的水域 有一次他路过此地 就觉得风景特别秀丽 尤其是在树林之中 有一位美丽的姑娘 叫凤儿 他在那劳作啊 就把这个金龙神将给吸引了 之后他们就产生了美妙的爱情 说到这里 我们必须得去一个叫做龙凤树的地方 这棵树呢 就是金龙山里面特别有名的一棵树 叫做凤树 别说特别形象啊 你看上面这个树干啊 四散开来 然后枝繁叶茂的 就好像凤凰那个特别辉煌的大侠关一样 真的 而且它下面已经空了 但是看到上面还是枝繁叶茂 叶子很多 我觉得它很像一把大伞 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在下面乘凉 所谓龙凤成祥 和凤树遥相辉映映的 就是龙树了 这棵阳岗气十足的千年古树 就是龙树了 怪不得千年古树 你看这个树形特别的奇异啊 摸一摸 而且上面的树纹都像龙纹一样 像好多小龙盘在一起 在当地有个传说说这个树的外形长得很像一个身经百战的 披着铠甲的匠士 对 但是你要离它远一遍 为什么 因为这棵树和凤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龙树上有很多的蛇洞 经常会有小蛇出没 而且还有个传说说这些小蛇就是龙树和凤树的爱情的结晶 是他们生的孩子 真的 要不说当地的朋友呢 把它称为父亲树 这上面有很多小蛇 不仅是有他们爱情的绝心 而且大家可以看 上面长出了很多很多的小树 新的枝芽 所以说这些生命啊 都在他的身上盘旋 是 龙树与凤树翘手相望 象征着龙凤成祥 相传这里是金巢真正的龙脉之地 充盈着龙脉的祥和之气 来到这里的游客则会生活美满 幸福安康 这什么 这个 这你不知道了吗 接下来就到周老师大讲堂环节了 来观众朋友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山核桃了 因为这个东西在这个季节 在东北是特别多见的 但是 你是不能用手去拿它的 碰了一下 你真的不能用手去碰它 因为山核桃的外皮是有毒的 这个东西要提醒小孩 我们在这儿发现宝贝了就是这个 这个树呢其实在金龙山里面有很多 看到很多了 这一棵呢叫做黄柏 当地的老百姓馆叫做黄菠萝 它这个树皮很有特色 你看看摁下去之后呢 有弹性的 而且这种树一般南方的小伙伴会很少见到 因为它是东北的特产 而且是国家一级保护树 对 这特别是这儿 你看我们这个有泡面啊 已经破开了 它中间有很多黄色的油 这种树油呢 就是咱们可以入药的黄柏了啊 而且它和到水里之后 可以清热解除 是这样的珍贵 水蛆柳 黄菠萝 葡萄丘 这三种树 好称龙江林的三剑壳 是国家二级保护树种 这三种树性格相近 身材相近 用途相近 是北方森林中真正的主力和代表 哇 这个大石头好平整的感觉 这就是著名的一面崖 九龙岩里头的第七岩 你看它的侧面 这个断面非常非常平 好像斧子一下子劈出来的一样 这自然形成的吗 肯定是啊 九龙岩形色九条巨龙 盘落在群山之间 而金朝恰恰是九位皇帝 这与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 所以传说这里 就是真正的龙脉之地 金朝的龙兴之地 这应该就是御凤亭了 在金龙山上的九龙岩的第八岩和第九岩 它分别修建了御凤亭和降龙亭 而且有一个传说 说男的登上这个御凤亭之后 回家就能够找到老婆了 女的要登上那个降龙亭 就回家可以找到老公了 真的吗 你快去吧 你根本没有老公的人 我都累了 我去找旗婚了 好好好 快去吧 拜拜 御凤亭呢本身就是金龙山的最高点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金龙山的顶峰的位置 而且看到前面的景色 真的就是层栏结账 其实脑子里会浮现出很多 特别华丽的磁草 但是在这一刻 我觉得我应该把眼睛闭上 静静地听一听 风打在树上的声音 听一听大自然 在诉说着它自己的美好 太美了 就是传说当中的降龙亭了 我一直以为这个降是降服的降 因为我可以以后在我的老公之上 但没想到是飞翔的翔 你看在这儿就真的好像飞翔起来一样 看着群山叠催非常的开阔 哎呀好累啊 我也挺累的 天哪 好想回家有个大沙发躺着行 想休息一会儿是吧 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 因为在金龙山可以体验一个 在其他景区你根本 或者说很难体验到的项目 什么呢 我们可以坐房车 房车 对啊 里面真的有大沙发和大床 骗我 我没骗你就在前面 好 来了 快快快快 这是这个 这么大 哇 看到这房车有多大了吗 我也是第一次 我还没上去过呢 告别金龙山 我们继续前行 这里面的设施它会很齐全 有卧室 有厨房 还有厕所 还有这样一个类似的 一个小会合厅感觉的地方 坐在沙发上 我从来没想过 我可以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看到外面移动的美景 太神奇了 这个体验了 在途中 我们来到了一个蓝莓采摘基地 这就是我们此次旅行寻找的第二金 有着黄金浆果之称的蓝莓 找不到我们吧 因为这边蓝莓基地实在太大了 它是黑龙江省最大的蓝莓采摘基地 我们藏在里面它长不到了 二百多亩 我也忘不到边 而且据说这的蓝莓有十几个瓶粉 非常丰富 刚才我已经偷吃了 特别甜 在这呢 你再踩一个 踩一个嘛 这边很小啊 来 继续踩 好不齿的这是 看到了吗 里面都是枝叶 而且还带那种小子儿 啊 老天了 像蓝莓果酱一样 而且这一层不是农药化肥 这边是不上农药化肥的 这是果霜 吃到嘴里也特别新鲜这个 踩这么多 这是二十分钟之后的结果 我只是踩了这些 它踩的这么多 其实我刚才踩了很多 但我觉得踩着 最大乐点的偷吃啊 在这儿呢 都在这里 我们带着蓝莓和喜悦满载而归 从蓝莓基地 开车大约四十分钟 我们终于到达了 早已期盼已久的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 倩倩对于近代文化了解多少 别说啊 之前我还真是做了功课 这阿城呢 古代叫做惠宁 自从呢 女君族的首领 完颜安古达 在这定都之后呢 前后经历了四任皇帝 直到海灵王 把这个都城迁到燕京之前 金朝政权一直都在这里 前后经历了三十八年之久 你知道这么多呀 那我给你补充一下 这是国内唯一一个展示 金元文化和近代历史的博物馆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 是全国唯一一处展示金元文化和近代历史的博物馆 该馆占地面积五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六万七千多平方米 整体建筑构思奇巧 以及独特的建筑语言 静静地诠释着金元文化 您好 您好 非常当地的博物馆 我是这里的博物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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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带我们吧 您好 我们在这边参观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有象征力呢 对 它这个是叫刀枪架 它是在金代战中中的 用来震慑对方使者 你显示军威的 对 我们再看一下下方 中间这个是龙文砖 它这个是仿照国家级保护文物 龙文砖所获得龙道 那一般在古代的时候 这是什么人走的这个路 这个就是在皇宫里面走的 并不是说非也不一定是皇帝才可以 那我们等于现在进了一个皇宫般的感觉是吗 对啊 可以就是走龙运的意思 那您先踩一踩 那看下方那个是叫黄金顶 它是歌颂阿古达 是可以歌颂车达大雕的天椒 我们来看看这边那个皇宫的部分就是 金代权盛世纪的江域 它当时的国土面几大约是三百万平方公里 很多现在的俄罗斯物馆在当时也属于金代了 对都是当时金代的 你看那个哈巴 还有海参丸 我们今天还有七个海参丸 当时就不用拿护照出国了 对啊 就是当地的江土 那周围的这些呢 画着什么线呢 周围这些当时都是他们的富属国 相当地是称臣称帆大贡的 这么强大 对 领盛世纪 对 对全盛世纪的时候 哇 这就是当时他们的皇宫了 对 这是在阿诚的宫殿 好大面积啊 很气派 这是多大 它这是南北600米 东西最快500米 你可以看到它的格局 北京的故宫呢 非常的相像 对 它就是那种 中轴线最称的那种 中国最传统的 这个最经典的建筑格局 对 但是呢 它比故宫呢 早了283年的历史 好 早一些 那在这个皇宫里面 一共有多少位皇帝 它这个是历经了太宗的出县 西宗的二次阔县 最后第四位皇帝 哈英王迁都将他焚毁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第五位皇帝 将他重新修建过后的样子 哦 这是改来之后的样子吗 对 公元115年 女真完颜部 披荆斩棘 在阿诚这块黑土地上 开创基业 建立了大金王朝 历经四帝38年 谱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 创造了底蕴深厚的 金元文化 我们现在今天叫做他的文字 那在太宗战国以后呢 历经了万一系 广告了汉人海 这套七单子 创造了数他们自己的文字 女真字 他这个商量就是女真字 我们可以看到他和汉字的 非常的相像 但是呢 他的宗战和汉字是完全不同的 不一样 那现在还有人懂这个文字吗 现在就少许太多人 全国只有40个人懂这个 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这是头做龙 他这是微重尊色装的龙 他有四种都能做 就能捐一身 怎么给大家都是男士的东西 你说龙呢 就能看到这个头是龙头啊 对 下面是怎么样 龙头是被转身 这位是龙头的转身 对 他左是放在哪 他这个是皇帝特典 二十五块 我们今年是龙头的美女 在国内外学界 金时女真时 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每年都会有许多国内外人士 慕名而来 女真人在这里开疆拓土 心火相传 创造了独特而包容的金元文化 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 注入了一军重要的文化之流 千年文脉 根在阿城 女真照星帝 大金第一都 金上京惠宁府遗址 与金上京历史博物馆 相辟邻的对面 是国内几今为止 保存较为完好的唯一一处 金代都城遗址 我们这边现在所在的就是金代孤都上京惠宁府的遗址 可以看到这两边两侧就是他们当时五门的门址 阿灵呢是以周周县堆称的形式来展现整个皇城的 它的面积呢是32万平方米 很难想象啊 现在是一片枯草 皇城第一垫址 就是这儿吗 对 是第一垫址 金上京惠宁府遗址 全程周长11公里 位于南城偏西处的皇城 可以看到 两个高约7米的大土腑 高耸而静默的相对而立 这就是皇城南门的雀 在进入五门的中轴线上 依次排列着五处高出地面的宫殿 及左右廊的建筑机制 不难想象 当时殿阁摧微 浮光蝶萃 华丽庄严 龙城凤雀 一派轩昂的壮丽景象 金太祖完颜阿古达领旨 位于金上金谷城 北城外三百米处 俗称斩将台 是一座城龟背状的高大土腑 风土高出周围地面约13米 整个陵址方圆 占地面积5.1公顷 由前岛空间 神道空间 陵墓和宁神殿 四个部分构成 你们好 我是这里的导游 你好 咱们这次所看到的 这个是神道 而这个神道 两侧摆放的都是石像生 咱们这个石像生 基本就是仿照宋朝所制作的 然后这两侧 首先看到的这个是石马 在金朝来说 这个马是当时 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就寓意皇帝是骏骏马 升至天下 然后前方咱们所看到的 这个石翁仲 也称为石人 它就分为文官和武将 根据服饰就能判断出来 对 根据服饰 还有它的帽子 而且它的身高和脸型 基本就仿照金朝的身高和脸型 所制作的 像咱们前方看到的 带四的那个 大金太祖五元 皇帝之灵 那个就是皇陵碑 然后下方的那个碑座 是遗留下来的 就是传说龙王的九子之一 叫碧系 然后这个碧系 就擅长于负重 所以说常年累月 能用它来驮着这个石碑 那这都是出土出来的吗 对 出土的 而且它是目前 咱们黑龙江省发现最大的一个 哦哦 灵种之后为宁神殿 这是一座依宋制的仿金带建筑 又称太祖庙 店内设有阿古达 及其六名功臣的蜡像 这就是曾经的女真人 最崇敬的地方 从金初四敌 宣尸法辽 到建立大金 从女真的崛起 到金上金的辉煌 带着远古的岁月气息 一件件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 一份份神秘沧桑的记忆碎片 拼接出了在中华文明长河中 独树一枝的金元文化 沉浸在对金元文化历史的崇敬中 我们继续前行 大约四十分钟 就到达了我们此次旅行的 最后一个目的地 龙虹山庄 房车营地 如果说我们在旅渡过程当中 房车使我们移动的家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房车的家了 对呀 房车可以在这儿进行排污啊 供水供电等一系列的处理 可以做休息 对 而且如果说你开始房车过来 在这里过个夜 用水用电都算上 平均一天只要花一百五块钱 很便宜的 可以换卡 对对对 在这儿非常方便 而且这有22个车位啊 所有的房车爱好者 都可以集中到这里 让你的房车 有一个休息的港湾 我们今天的晚饭要着落了 在这个房车地地呢 还有一片阳光智能大红 好多好多菜哦 都是蜈蚣害的 没有农药化肥的 但是 开动吧 开动 通红通红的 好 晚餐时间到了 我们是还有特别壮观的聚会 看 是啊 十米的大成功 而且现在 煤酒已经准备好了 烧烤也准备好了 我们的热情也准备好了 来吧各位 一二三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远离喧嚣的城市 在这里 与自然亲密接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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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